谢谢老师 老师还没来 那 主持人是不是威声弟兄啊 主持人请问你是威声弟兄吗 我想要不金牧师 要不你就 这是 那麻烦你叫一下老师可以吗 我们先复习着 可以可以可以 我再打给老师真的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没事没事 没关系 因为刚才我已经叫了 但是老师没回应 可能睡着了 那就麻烦你 因为金牧师今天晚上有事工 所以他不能出声音 可能是明白明白 理解理解 感谢主感谢主 是是蛮亏欠的 最近也是很忙外面的 知道你忙 感谢主啊 求神与你同在 知道你忙 因为知道你忙 因为现在疫情结束了很多东西需要处理 然后希望也是一阵子吧 希望也是一阵子的 然后接下来比较稳定的时候就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来进行这些工作 我先找老师一下 谢谢 你先找老师一下 那我们平台上 弟兄姊妹都在等 我们就先复习 好的 好的 弟兄姊妹 祝您平安 那因为老师还没来 金牧师也有事情 我也没有什么准备 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吧 复习一下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不是都学过吗 就是十二支派吧 十二支派的名字 还有就是说 雅各不是生了十二个孩子吗 那第一个孩子 我想问一下 第一个孩子就是 因为那个他雅各 就是妻子是丽亚和拉杰嘛 丽亚生了就是前面四个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共同可以 共同来学习 共同来回应一下 对我们加深印象吧 我想大家肯定都能记住了 但是因为老师没来 这样控制也不好 我们也共同学习一下 那么看到说 第一个 丽亚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叫什么来着 大家可以打开 大家可以打开 变客风回答 感谢主 叫流变是什么意思呢 得着的意思 得到的意思 流变就是有儿子 有儿子的意思 因为这个圣经原文当中说 耶和华见丽亚失宠 这个失宠就是被恨 被谁恨 被拉杰所恨 所以神就使他生育 圣经当中说 使他生育 就神使他生育 拉杰却不生育 所以说看到说 经文当中告诉我们 神使丽亚 见他失宠 就是见他被恨 就使他生育 拉杰却不生育 那么 其实 这也看说 凡事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第一个儿子 说他有了儿子 就是叫流变 那么 因此 就是说 丽亚就说 尼亚华看见我的苦情 就因为得了这个儿子 有了这个儿子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所以又生了第二个儿子 那么他又怀孕生子 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西面 西面的意思是什么呀 神听见 神听见了 感谢主啊 就是神就是 丽亚华听见我失宠 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叫西面 就是听见的意思 那么第三个儿子呢 利未 我们可以就是说 在不看圣经的 闭上眼睛 可以回想一下 利未 利未的意思是 联合的意思 感谢主 是联合的意思 所以 那么丽亚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 她必与我联合 所以就又怀孕生子 生了第四个 第四个叫什么名字呀 优大 优大 感谢主 优美 感谢主 谢谢 谢谢我们的张宾弟兄 记得那么清楚 所以接下来 丽亚生了四个孩子以后 接下来拉结 是不是见自己就不生育 所以她就 嫉妒她姐姐 嫉妒她姐姐 就把她的使女 叫什么名字呀 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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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她的使女 匹拉也给她丈夫雅各为妻 那么 生了第一个孩子 叫什么名字 但 但 她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呀 申冤的意思 神为她生了 让她生了小孩 感谢主 第二个 申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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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让她生儿子 得了 生儿子 是 所以 使女匹拉又怀孕生了 第二个儿子 叫什么名字 以赴他命 拿佛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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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拿佛塔利 你的意思是什么呀 相征的意思 啊 相征 感谢主 那么这个时候到了 相征 哎 对对 所以呢 丽亚就见自己 也停了声誉 就把他的师女 叫什么名字 西伯 不是 西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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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给了两个 为妻 那么他生的 他生的第一个孩子 叫什么名字 啊 佳德 啊 佳德 就是 佳德 是什么意思呢 万幸的 万幸 感谢主啊 接着又生了一个 就是 又生了一个 第二个儿子 叫什么名字啊 亚瑟 亚瑟有福 啊 感谢主 这里我们看到说 丽亚生了前边四个 那么两个师女 匹拉和西帕 各生的两个 这就有八个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又看到说 到了哥麦子的时候 那刘变 就是说 寻见了风茄 给他 拿来给他母亲丽亚 那么接着丽亚 拉姐也想要 用风茄 拉姐也想要 也想要风茄 就拿风茄 作为交换 所以交换 把那个丫头 让给这个 丽亚 让给丽亚 丽亚又生了 应该说 第五个儿子 叫什么名字啊 价子 以撒家 对 就是价子的意思 价子因为有价子 用风茄 风茄 换来的 换来的 有价子 交换的 对 交换的 那么又生了 他这是丽亚生的 第五个 第六个呢 叫什么名字 西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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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布伦的意思是什么呀 西布伦的意思 同住的意思 相交 感谢主啊 是同住的意思 所以这就有 那么我们看到说 丽亚一共生了六个儿子 那么丽亚的十女 西帕生了两个 拉杰的十女 皮拉生了两个 这就多少个了 是不是十个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 十个了 接下来就看到 拉杰生了 约四 是不是 对 约四 增添 哎 增添 那么还有生了一个 便雅敏 便雅敏 生了一个最小的 便雅敏 便雅敏 那个拉杰就死掉了 啊 便雅敏是什么意思呀 章兵弟兄 便雅敏 右手之子吧 啊 右手之子 感谢主啊 再加上您是雅各 作为父亲嘛 他取的第一个名字嘛 以前前面的 前面的几个娃娃 都是老婆 妾 老婆取的名字嘛 啊 所以说 对 这是 因为 拉杰给他取名叫便雅敏 所以 是雅各改成便雅敏的 是不是 这是雅各取的 雅各取的唯一的一个儿子的名 啊 谢谢主啊 那么我们看到说 拉杰生了 两个孩子 一个是约瑟 一个就是便雅敏 那么今天晚上 老师会给我们分享 就是从 老师在上一周周五晚上 最后就告诉我们说 三十七章 雅各住在迦南地 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说雅各的济略如下 那么 圣经当中说 雅各的济略如下 就讲到雅各 接下来就会说的 就转移到约瑟的身上 啊 就是看到约瑟 就是第二节就说到约瑟 十七岁 与他哥哥们一同牧养 那么 也接下来就是说 老师会讲到的是约瑟 希望我们弟兄姊妹 都会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和受隔离的耳朵 来接下来听 因为在三月十五号 我们还要分享 分享也就是说 分享这些人物 按照人物的次序 啊 祷告分享的 那我们 因为我也没预备 也不能往下讲 我们就复习吧 复习看到说 呃 我们先复习 呃 复习从谁开始 我们就从亚伯拉罕开始 呃 因为老师还没来 我们就先复习着 呃 在亚伯拉罕是从 我想问弟兄姊妹 我们都学了那么长时间了 亚伯拉罕是从哪一章开始的 创世纪是从哪一章 谁 亚伯拉罕被护召 是从哪一章 是不是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呀 开始讲了亚伯拉 谁护召亚伯拉 亚伯拉是一个被蒙召 被拣选的族类 呃 所以说上帝亲自做他的向导 上帝也与他同在 那么当 神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本家 望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呃 呃 呃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你 呃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其实短短的一节经文 就是第二节 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我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弟兄姊妹 谁不知道你在读 就是创世纪十二章 呃 一到二节 一到二节的时候 创世纪十二章 一到二节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你在读这个经节的经文的时候 你是说神护照亚伯拉 我们都知道亚伯拉 我们都知道亚伯拉 什么呀 吴仪你说 谁在呼召亚伯拉的时候 呃 我们想想 假如神今天在呼召你我 呃 那么愿意顺服 那么愿意顺服 呃 也看到说 我们都知道他离开 呃 他离开那个他有他要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呀 大家知道他住的地方是什么呀 是不是要离开迦勒底的吴尔 嗯 是 所以说 我们都知道 加勒底的吴尔是一个就是偶像的 败偶像的地方 呃 那么那个地方也是一个 呃 就是非常的 嗯 应该是非常 呃 虽然是败偶像的地方 也是一个就是 呃 比较富裕的地方 呃 那假如今天上帝呼召你我 弟兄姊妹 呃 我们是否能听见神的呼召 听见神的声音 是否我们也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 就是说 当时他说神称还没有改名字叫亚伯拉 那么呃 呃 你我也是否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就像刚才我们的诗歌所唱的 我们是否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呃 呃 去呃 就是顺服神的呼召 呃 呃 假如神今天说让你去这去那 那你是否愿意去 呃 尤其是 就是说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当时 他的前途渺茫 不知道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是 呃 反正是肯定比这个加勒里边无二 在物质方面来说 肯定是 不如这个地方好 但是亚伯拉毅然决然的 他就愿意就是呃 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并且当他离开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他有三次的就是呃 祝坛 呃 祝坛 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 祝坛是什么意思呀 这里说到三次祝坛 我们都知道 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的七节 第一次祝坛 还有十二章的八节 第二次祝坛 还有就是在第三次的祝坛 呃 第三次祝坛 我们都知道啊 在创世纪就是说 呃 十三章 十三章的十八节 嗯 十三章的十八节 是第三次祝坛 祝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呀 祝坛 祝坛是不是就是说 献祭和祷告呀 是 啊 感谢主 那么在十二章的七节的时候 耶和华像亚伯拉显现 在什么地方呀 事件那个魔地方 魔力向树下 啊 这是第一次啊 啊 在事件地方魔力 就是向树那里 啊 第一次祝坛 第二次祝坛第二次就是十二章的八节 说 我要就是说亚伯拉显在那里向他显现的 耶和华主了一座坛 第二次祝坛 在伯特利和爱中间 在伯特利和爱中间住了一座坛 啊 这是八节所说的 啊 在伯特利和爱中间的山之大帐篷 在那里又住了一座坛 求告 耶和华的名 这里说到求告耶和华的名 是老师来了吗 啊 这是第二次祝坛 第三次就看到十三章的十八节 然后亚伯拉显就搬了帐篷 来到西伯伦 西伯伦曼利的相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就是第三次祝坛 啊 看到说三次祝坛 啊 那弟兄姊妹 就是说我们看到亚伯拉显是非常的敬畏 啊 他也有 他也是一个祷告 祝坛就是献祭和祷告 有两个意思吗 就是献祭和祷告 那么看到亚伯拉显是一个祷告的 祷告的人 那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在你我每天跟随主的道路当中 你我是否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呢 那我们的祷告就是说 是迫切的祷告 就是拜祷 不单单为自己祷告 也为动弟兄姊妹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那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是说是有意无意的 还使得很确切地祷告 所以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 像亚伯拉显一样 就是有一个就是愿意带祷的心 愿意祷告的心 那么也看到说亚伯拉显 就是说他前往西伯仑 其实讲到西伯仑的时候 就是说看到说亚伯拉 在前往西伯仑 我们都知道这个西伯仑是一个 什么样的地方呀 西伯仑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 就是非常 西伯仑它就是因为在三十 我看是三十几张 刚过去好像是三十五张 我没记错的话是三十五张 是三十五张 因为西伯仑的另一个名字 它叫什么呀 就是叫激烈亚巴 西伯仑就是交通的意思 这是老师对我没讲过的 在西伯仑的原 它还有一个名字就叫激烈亚巴 在方世纪三十五张的二十七节 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西伯仑 因为亚伯兰他要迁往西伯仑 在西伯仑的时候 他住了就是第三次住坛 我们谈到西伯仑说 还有一个人 他也在就是西伯仑 我们知道在约瑟亚纪当中的 那个谁呀 迦勒 迦勒他就是 当他们进 我们也知道 在以色列那一带的时候 只有迦勒和约苏亚 就是用十二个探子 窥探加拿美帝的时候 那十二探子 就是说了一些消极的话 他们就 那一带的人都倒在旷野 唯有迦勒和约苏亚 进入加拿美帝 那么迦勒因为他 就是很勇敢嘛 面对亚马里巨人的时候 他没有就是说 没有胆怯 他并且还说 我们要上去 就得那地 看到他的 就是也是靠住得胜吧 看到他的心智 因为看到西伯仑了 我忽然就想起了 就是迦勒他 因为神给他应许说 你要进入加拿美帝以后 就把这个西伯仑给迦勒 这是在四十年之前 那迦勒还没有进入加拿美帝 然后神就给他说 要把西伯仑给你 但是当进入加拿美帝 把帝都分好了 他就给神要 他说神呀 你已经给我说过 他说这个西伯仑 也是我想要的 你也许给我了 神就把这个西伯仑给他了 我是想说什么呢 这个西伯仑加勒 他要了四十年 才成就 也不是说他要是神 给了他应学了四十年 然后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 这个西伯仑他终于得到了这个地 但是我们知道 有设立了上帝 设立了六座陶城 就像老师给我们讲的 六座陶城之一有事件 因为老师在给我们讲事件 说在基利新山 基利新山和亚巴陆山 巴陆山和基利新山中间 那个是事件 但是事件是陶城 其中的陶城之一 也有西伯仑 我想到了 就想说的是什么呢 虽然于创世纪就是扯远了 但是我就想看到西伯仑 我就想到了迦勒 迦勒他也是蛮有信心的 那么就说迦勒可想了西伯仑 因为是神给他的应学 他可想了四十年 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 终于得到了西伯仑 但是上帝就很 就是给迦勒也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就说把西伯仑 叫他拿出来 就是作为陶城 那迦勒那话没说 就是圣经当中没有记载迦勒 犹豫怀疑 或者是给行讨价还价 他就把这个陶城 就是西伯仑拿出来 作为陶城 就不是他的了 不属于他的了 那我就想到我们弟兄姊妹 多少时候 我们在生命当中 就说我们也想给神要 谁啊 就说你也应许给我的了 就是很长时间还没有实现 但是我们 虽然有时候可能我们会忘 但是神不会忘 多少年以后 当真的神实现了 就是他的许诺 给我们的这个 我们非常想要的 但是也是神许可的 我们得到了 我们得到了 那神要我们拿出去的时候 弟兄姊妹 不知道你是否会有这样的心志 愿意拿出来 愿意 就是说 拿出来 也是为主使用 也是祝福 因为设立陶城 大家都知道陶城的意思 就是为那些 失手伤了人的 或者是怎么着的 在那个地方设立一个陶城 免遭性命的伤害 我看到这个西伯伦 就让我想到说 迦勒 他愿意拿出西伯伦来 就是没有犹豫 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否也有我们非常渴望的 当我们得到了以后 也是否愿意为神家而拜上 这是我要表达的 所以非常感恩 接下来第十四章就看到说 虽然有点离题 但是当我看到西伯伦的时候 就想到了迦勒 因为这个西伯伦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它的原名 一般弟兄姊妹 不知道你在读经的时候 是否看到在三十五章的时候 西伯伦的另一个名字 叫基列亚巴 因为老师在讲的时候 我就有印象 在三十五章的二十七节 说雅各来到他父亲伊萨那里 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 那是亚伯拉罕 如以以萨基居的地方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所以这是西伯伦的另一个名字 那么我们看到亚伯兰 他是真的是解救罗德 我们都知道 罗德他和亚伯兰 罗德就是亚伯兰的侄儿 那么亚伯兰就是和罗德说 他们俩就说你望东亚伯兰 老师其实给我没讲过 当我们回想的时候 就是就像老师一直在讲 历历在目嘛 亚伯兰说 罗德你选择望东我就望西 你选择望西我就望东 但是罗德的选择是选择了 约旦河的全平原 他看的是很好的 那么他的罗德的选择是 是自己看的是好的 那么亚伯兰的选择就是 让着罗德 但是神就是说 就说罗德了 就说亚伯兰了 就说你看见 就是你向东西来北观看 凡是你看见的都赐给他 那就是其实老师 就想想我老师当时 给我没讲的时候 说你向举目 向东西来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那么这个东西来北 包括不包括罗德的一切呢 罗德所上东上西的 那肯定包括 所以这里看到说亚伯兰 真的是罗德的选择是 作为肉体 他自己的选择 所以最后就是 那个索德摩阿玛拉的毁灭 从索德摩阿玛拉的毁灭 也带给我们一个警示 那么就像亚伯兰给神讨价 给使者 给天使讨价 有三个使者来讨价还价 他说如果有十个人 最后讲到说 就是说一开始说到五十个人 四十个人 三十个人 十个人 结果就是说 神也都答应了亚伯兰的 就是带到 说如果有十个人 我也不灭那城 这里看到说 索德摩就是他的罪恶 当他听的是 亚伯兰和神讨价还价的时候 依然神也看他为朋友 说有什么事不能买亚伯兰汉 那亚伯兰就是 亚伯兰汉祷告的时候 就看到说 那个城内连十个人都没有 这里看到说 众弟兄姊妹 我们带导的果效 也看到说 我们带导的力量 假如就说 虽然现在是末后的时代 有很多 看起来是很不好的 那我们就是愿意 都自己 心甘情愿的愿意 起来带导 那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就做了大事 所以也看到说 包括 亚伯兰解救罗德的时候 三百一十八人 精炼的 精炼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就是只追着弹 这样牵扯到老师讲的 四王和五王的征战 也告诉我们说 真的是征战的胜败 不在乎人 乃在乎神 我相信这三百一十八人 和十几万大军征战 若不是耶和华的手的介入 怎么会有得胜 这又让我们想起 约沙法一样 当神为约沙法征战的时候 真的是他们三天三夜 光捡胜利品都捡不完 那么真的说 告诉我们 和征战的圣贷 乃在乎神 不在乎人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说 我们也会有征战 可以说 属灵的征战 我们每天都有 那我们征战的时候 是像罗德一样 靠着自己去选择 去做决定 还是靠着神 去做决定 那在做 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能靠着神 做出正确的决定 做出正确的判断 也有一个敏锐的灵 真的是能 就是说 像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 真的是能讨神的喜悦 让我们都愿意 真的是为主而活 其实都知道 愿意为主而活 说起来很容易 可是做起来就很困难 真的是 说起来很容易的 做起来就有点难度 从圣经当中 这些人物当中 有很多细节 很多故事 也看到说亚伯兰 麦基西的祝福亚伯兰的时候 亚伯兰 他就真的是 不愿意接受 也看到说他 真的说他 说凡是你的东西 一根线 一根线 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 我是亚伯兰 我是亚伯兰富足 看到亚伯兰 我们都知道 是个大富户 是富足 那么 就看到说 真的是神使他富足 而不是人使他富足 所以看到说 我也看到亚伯兰之约吧 包括神域亚伯兰立约 也看到说 立约就是说 你要有个 就是说 要他 本身成的 就是说生的 才能成为他的后世 就是说要 不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 他说要承受他家业的 说我没有儿子 只有他的 就是那个仆人 所以 亚伯兰就信 就是 一样话 就以此为他的意义 他就信神说 给他个儿子 他就相信 就信这话 就是说 他所的后裔 就是数算 中心都能数得过来 但是 接下来就看到说 耶和华又对他说 我是耶和华 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 那么说 将这地赐给他的时候 亚伯兰就开始产生了 不幸 他说 我怎能知道 必得这地为业呢 也就是说 他不相信 要给神 要凭据 这就招来了 就是说 后面一连串的 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 所以说 也看到说 当日头正落的时候 就有惊人的大黑暗 落在他身上 也看到说 那时候 神就对亚伯兰说了 亚伯兰的不信 给他的后代带来了什么呢 就带来了说 你的后裔 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 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所以这里看到说 并且他们要 不是的那国 我要惩罚 就看到神说 要他们苦待他四百年 见过头来利用完 马上就要 就是说苦待 就是说要惩罚那地 这里也看到说 真的是就是 按照神的 神的话是不会 发生了一个故事 发生一个什么故事呢 就是发生了 就是 以斯玛丽的出生 以斯玛丽的出生 也就是在这十三年当中 这个杀来吧 就自作主张 说亚伯兰汉 说神给他的儿子 等了那么长时间 没等到 但是他就用自己的办法 把自己的使女 下甲给了亚伯兰 所以亚伯兰就生了 以斯玛丽 在招致 直到今天 以斯玛丽 就是彼此为仇嘛 仇敌 都成了仇敌 所以说也看到说 用自己的办法 给自己带来的苦难和 灾难和后患无穷 真的是无穷 后患无穷 那么我们也知道 就因着这件事情 亚伯兰十三年的时间 不被神纪念 也看到说 歌礼 就是说 又受了歌礼 受歌礼就是看到 神和人利约嘛 就是歌礼之约 受歌礼 都知道说 自从生了以斯玛丽以后 神就应许亚伯兰汉 就是得儿子 到了他99岁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亚伯兰也神了歌礼 还有那个以斯玛丽 受歌礼的时候 13岁 所以从那以后 就是歌礼之约 受歌礼的是一个记号 那我们新约当中 我们都是恩典之约 我们都是新约当中的圣徒 我们的歌礼 我们的就是 那时候它是一个约嘛 就一个记号 我们的记号 弟兄姊妹不知道 是否是知道 新约当中 我们的记号就是圣灵 如果圣灵不与我们同在 就是说圣灵就是记号 因为圣灵也为我们 就是 因为谈到圣灵就说到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也为罪为义为审判 就是说让我们知罪 毁罪 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也还有 就是说 替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这都是在罗马书当中所说的 那么也看到说 神就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 我们也知道说 刚才我们说到罗德 就是索德玛和摩拉的 就是罪恶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 当罗德离开索作马的时候 为什么说 那个城里有 连十个人都没有 就说假如在那里有十个人 为着十个人的缘故 我也不会灭那城 我们看到都是有谁 有罗德 罗德家里就四口人 他的两个女婿都不信 那么罗德说平常 因为在十九章的时候 看到说罗德当他离开索作马的时候 因为天使有三个 其实主要在其中 有三个人去寻谈那地的时候 罗德就带上他的两个女儿 还有他的妻子 还有他的女婿妹 但是他的女婿妹就 就说要起来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一来话要毁灭这城 他的女婿妹却以为 他说的是戏言 就是说是戏言 所以就不相信嘛 那这里在从罗德身上 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 我看到罗德 他是渐渐地挪移了帐篷 他也就是说 他说平常可能就是说 比较说戏言吧 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 今天说狼来了 明天说狼来了 结果真的狼来了 可能大家就不会相信了 平常他就说 经说些戏言 他女婿妹就不信 以为说他说的是戏言 所以当天明的时候 天使催逼罗德离开 那个时候 罗德还吃言不走 但是耶和华连续罗德 就拉着他的手 和他妻子的手 把他两个女儿的手 把他们领出来 安置在城外 那么这里看到说 连续 那么 耶和华连续罗德 连续罗德也因着 亚伯拉罕的员工 所以就 我们都知道 这个四个人当中 就是两个女儿 妻子罗德 四个人当中 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也就是 就是罗德的妻子 回头 就变成了一个炎柱 这个回头变成炎柱 其实 也看到说 当索德玛 阿玛拉毁灭的时候 它变成了一个炎柱 它回头看嘛 就变成了炎柱 接下来就看到说 摩亚人和亚蒙人的起源 就是罗德和他的大女儿 小女儿所生的 古代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因为 他把他父亲灌醉了嘛 第一天晚上 大女儿和父亲同情 第二天晚上 小女儿又同样把他父亲灌醉 也是用了自己的办法 这就有了 摩亚人是大女儿 小女儿是亚美人 他们就是 成为了后裔 因为我们也知道 亚伯拉罕有两次不认他的 就是妻子萨拉 第一次是在 十二章的时候 因为那地 那地有了饥荒嘛 亚伯拉罕到了埃及 在十二章的时候 到了埃及 他就不认 他说 他就不认这个萨兰 说是他妹子 那么到了二十章 在亚比米勒王面前 就是说 又不认 又不认萨拉 又不认萨拉 说是他妹子 不认他说 他是妻子 也因着这一个 也看到说 神 我们看 其实从《创世纪》当中 这些故事当中 这些人物的记载当中 我们都看到 神的手的介入 看到神在掌管着历史 掌管着每一个人 包括在 说到他 就是十五章的时候 就说他在后裔 要寄居别人的地 要服侍那地的人 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这就是我们都知道 接下来的埃及 他们在埃及 就待了四百三十年 正好 我们都知道 出埃及当中 出埃及 祭当中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说正满了 四百三十年的 那一天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 我不知道你们 在读经的时候 是否看到这句经文 在正满了 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就是看到 印尔华的军队 浩浩大浩的 就从出了埃及 所以这里看到说 亚伯来亚伯又不认 他的妹子 又不认他的妻子 说是他的妹子 因为这件事情 亚比米勒就是 其实就像神在梦中 对亚比米勒说 神拦阻了他 那么 当 其实让我 其实我在读经文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当神给亚比米勒说 他是先知 他要为你祷告 使你存活 你若不归还他 你当知道 你和你所有的人 都必要死 那么亚比米勒 哎呀 其实神说的 已经很严重了 说你当知道 你和你所有的人 都必要死 那么亚伯拉罕 就为他祷告 结果最后 二十章的结尾 就说到 因亚伯为亚伯拉罕的 妻子 撒拉的缘故 于是 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 不能生育 所以当亚伯拉罕 十七节说 为祷告神的时候 神就医好了 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并他的众女婆 他们便能生育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 你没思考过 没有 其实老师在分享这些 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在想 有时候我就觉得 你说亚比米勒 其实亚比米勒 我是觉得 从他身上 也有我们学习的功课 他就是说 他也知道 神也知道 他做这件事情 是心正守绝的 那神就拦走了他 没有犯下大错 也看到说 当上帝说 要亚伯拉罕 为亚比米勒 祷告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换位一下 假如我们都是亚比米勒 那么当神让我们 就是让亚伯拉罕 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那是否你心里会有 就是百分之百的确认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因为因着亚伯拉罕 因着就是说 亚伯拉罕的妻子 萨拉的缘故 神已经是亚比米勒 和他家中的妇人 他家中所有的妇人 包括他的众女婆 都不生育 那当神说 要让亚伯拉罕 为他祷告的时候 我不知道 就说弟兄姊妹 是怎么想的 因为当时亚伯拉罕 都知道 亚伯拉罕 神在十三年之前 就跟他说了 说你要 说你要 就是说 谁要 我应许之子 要给他的儿子嘛 但是他俩 当时我们的经文都知道 萨拉也就是 亚伯拉罕也喜笑 萨拉也喜笑 他们都暗笑 亚伯拉罕是暗笑 萨拉是喜笑 都不相信 因为他们已经 就是绝了 经到了那个年龄 但是 当 亚伯拉罕 肯定也知道这件事情 我相信 我不知道圣经当中 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亚伯拉罕 他知道 你那么多年 你都没有儿子 你还为我祷告 叫我家的女婆 叫我的妻子 都生育 我不知道你们 是不是怀疑 还是百分之百的相信 只要 这里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的 祷告 代祷的果效 也看到说 亚伯拉罕的 他的相信 如果他不相信 他存着怀疑 我相信 那谁也知道 他也不会 可能也不会被医治 虽然圣经当中 没有记载 但是我就觉得 说看到 亚伯拉罕这个人 他真的是 他相信神的话 他也是敬畏圣的 应该是 所以说 当神拦走他的时候 要为他祷告的时候 就能使他存活 否则的话 他就都必要死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说 假如我们身边 就是说我们 市场的是不是 也会让别人 为我们个人的事情 带到 那当别人 那当别人 就是说 比方说 我们要别人 尤其是牧师了 比我们生命好的了 带倒的时候 那就是说 同样的一件事情 在别人身上 还没有成就 在我们身上 也没有成就 假如说 我们要别人 为我们带倒的时候 你心里是有 百分之百的确认 还是怀疑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你看 就是说 同样的事情 同一件事情 就像亚比米勒 和亚巴拉罕一样 都是不生育 但是亚比米勒 却依然坚信 亚巴拉罕的祷告 结果亚巴拉罕 祷告完了 在二十章的时候 就看到说 他就全都能生育了 他们便能生育 二十章的十七节 就说到 他们全都众女仆 亚比米勒 和他的妻子 并他的众女仆 都能生育 那接下来 看到说以撒呢 到了 你看 他都能生育了 当亚巴拉罕 带倒的果孝 也看到说 二十一章 应许之子以撒 就出生了 怎么会那么巧呢 是巧合吗 弟兄姊妹 我想说的说 一个原则 我们祷告 带倒的原则 当我们愿意 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那么就是说 虽然 同样 在这样事情 在我们身上 没有成就 那么当我们愿意 甘心乐意的 其实祷告 我觉得 与心态有关系 你是敷衍的祷告 还是愿意 甘心乐意的祷告 还是那种迫切的祷告 甚至说 别为自己祷告 都很迫切的那种祷告 我相信 亚巴拉罕 就像亚巴拉罕的祷告一样 给亚比米勒的祷告 当亚比米勒家 所有的都能生育了 接下来 以撒就出生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当我们愿意 为别人带倒的时候 虽然就说 就像打一个比方 就像说 移情吧 在移情当中 我们大家都养了 但是当我们养了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没有力量 也很软弱 肉体上的软弱 淋漓的软弱 因为我也经历了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一点 因为一开始 我养了的时候 我第一天 我就和主说 我都祷告不出来 我只喊主耶稣救我 但是接下来 当我慢慢地恢复的时候 但是还是很软弱 我就不知道 就是我心里说 祷告的力气都没有 我就不祷告了 因为第一天 我还喊主耶稣救我 接下来我就会不祷告了 但是呢 有一天 神就圣灵就光照我 就责备我 我也非常就是 还是非常羞愧吧 因为圣灵光照我 责备我的时候 就说让我祷告 那就说 当我真正的迫切的 为我身边的人 为我们国家 就说为我的城市 为我身边的人 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的城市 为我们国 就是国家的人 所有的养老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他的百姓 真正的迫切 有那个急切的心 祷告带祷的时候 那接着我的身体也好了 我想说的是这一个 就是说 真的是看到说 祷告的果效 也看我们的内心 真的是愿意迫切地祷告 虽然看似一件 很平常的事情 也操练了我们 就是祷告的信心吧 看到说我们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君真的祭司 不要说 有的弟兄姊妹会说 哎呀你祷告 神推听 那你为我带祷吧 那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君罪的祭司 都有祷告 所以我们就是 巴布的我们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都愿意 就是祷告在神的面前 也有就是 就像提摩太前书所说的 我们为君王 为祭司 就是我们为君王 为众人代求 所以不要光为我们自己 一目三分之一来祷告 好 老师来了 交给老师 现在会不会太晚了 不好意思 老师没事了 那金牧师 今天晚上有事情 我就在 就是我想也不能空着 就复习了 是是是 这个就对 这个就对 哎呀 老师现在在那个 加州这边 这周末都在这边工作 然后参加很 那个特会 所以 时间就拖的比较长 好 感谢主啊 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 这个 创世纪 你们那边现在到底几点钟啊 对不起啊 老师我们现在是夜里晚上十点五十三 哎呀那赶快赶快啊 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啊 谢谢你的怜悯 谢谢你的故习 祝我们现在把这个新的一周交给你 今天还要开车再回到拉斯维加斯啊 主啊还有好多事情要需要处理 祝福就求你怜悯 也顾喜我们 好我们现在好直接进入这个主题啊 我们这一次啊创世纪啊交通的非常多 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 因为昨天啊 我们讲到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那个怡嫂的事情啊 这个上个礼拜的怡嫂 刚刚好这边啊 有一张图 哎呀我真的看得特别有感动啊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 嗯 这是在南加州啊 南加州的时候啊 老师常常来 就是住在这里啊 这个是repeca怎么一家啊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看得到吗 有没有 看得到了 清楚吗 看到了 看有好好玩啊 这个是从 这个好大的一张图 都是这个名字 那我前几天来的时候啊 我在想啊 我们刚好交到那个怡嫂啊 然后我就把这个的怡嫂的部分啊 哇 仔仔细细的看一下 我就觉得我们真的 是一般的爱慕主化的人啊 那爱慕主化的人 然后连那个这个 不同的家谱名字啊 我们都很认真的去寻求啊 我看到这个啊 我就觉得神啊真的是很爱我们 为什么 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啊 就看到很多的信息啊 这个信息的内容啊 都是叫我们能够成长的啊 好吧 来我带着大家再稍微复习一下下啊 那个在三十六章的时候啊 因为讲到怡嫂就是怡东嘛 他的后遗对不对 好 那 我们知道啊 从亚当 经过这个该隐啊 有好几代啊 从该隐到以诺 以诺到以拿 以拿到米利亚户 米户亚利啦 然后马吐萨利 然后到拉麦 拉麦就是那个第一个娶两个老婆的啊 亚大跟喜拉 那亚大呢 就是有这个装饰的意思啊 那亚大生的尤巴和亚巴 那喜拉呢 则生的这个土巴该隐 和这个拉玛 拉玛是女的啊 这个亚巴就是住帐棚 养生处的那个尺主 尤巴呢 是弹琴吹销的尺主 那这个土巴该隐 则是达到铜铁利器的尺主 好 这个是最上头的部分 然后从亚当 接下来 亚伯呢 是牧人 但是却被该隐杀了 然后他的老三 这个按照圣经中的老三 实际上不是 你知道 一定大概有其他人 然后他后来生了赛特 赛特呢 就生了尹诺士 尹诺士开始求告祖民 然后尹诺士之后生该男 该男生马勒列 马勒列生亚列 然后亚列生尹诺 尹诺生马图萨拉 马图萨拉是活得最久的人 969岁 然后马图萨拉 拉麦拉麦 拉麦就跟该隐的拉麦是同样的名字 尹诺也是跟该隐的第一个儿子尹诺是同样的名字 然后拉麦生了这个挪亚 挪亚就与神同行完全的一人 那挪亚呢 就生了这个 赏亨亚佛 赏亨亚佛呢 然后 散族啊 从以兰亚树 亚法萨 路德跟亚兰 从亚法萨一直下来 就到了亚伯拉罕 那这个是 前面是这个 从亚当到挪亚是时代 挪亚又到这个亚伯拉罕又是时代 然后 闪韩亚佛 韩的话就生古时麦希佛和迦南 那亚佛呢 然后就是一直到这个 哥面 马戴 亚丸 土巴 米社跟提拉 等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一张图啊 哇 它都很丰富 从亚伯拉罕呢 那个一次性 就是他跟撒拉 就生了这个以撒 然后跟夏甲呢 生了以时玛丽 那 那个跟这个 基土拉呢 生了西南 约山 米甸 米甸 以斯巴 跟苏亚 也就是说 跟基土拉有 六个孩子 那跟这个以时玛丽 加上以撒拉 他总共八个孩子 他总共八个孩子 然后那个 以时玛丽这边 他生了 基尼拜约 跟这个其他的十二组长 然后还有一个 尼拜约的妹子 叫马哈拉 就是后来 讲的八十母 嫁给了谁 嫁给了以嫂 嫁给了以嫂 那么以撒呢 生了以嫂跟雅各 是双胞胎 那么以嫂的这边 就生了 跟这个妻子 第一位妻子 叫比利赫仁 尤迪 他没有讲 有生孩子的部分 但第二位妻子 叫以利 以伦人 赫仁以伦的女儿 叫做八十母 然后在这个地方以后 还有一个 就是第三位妻子 叫做 也叫八十母 但是却是尼拜约的妹子 马哈拉 所以这两位 是同一个名字 或者是不同的名字 是不是很有讲究的 然后第四位妻子 就是赫仁亚大 那亚大呢 就生了这个以利法 那以利法 他娶了一个妾 叫提纳 这个都是我们上次讲的 然后呢 但是以利法 也有一个儿子 叫提纳 叫组长 就是 他生了 有提曼 阿末 喜波 加坦 基纳斯 可拉 和提纳 所以这几个 通通都是以利法所生 但以利法 跟提纳 这个妾生的 是亚玛利族 这个很有意思 然后后来 他第五位妻子 如果他名字不同 都是不同的妻的话 假设是这样的话 那么第五个妻子 就叫做赫仁亚拿的女儿 叫做阿和利巴玛 阿和利巴玛 这个生的 耶乌斯 亚兰跟可拉 耶路撒亚 也就是以嫂的亲自生的孩子 以利法一个 然后刘尔一个 刘尔是跟这个巴什摩 就是马哈拉所生的 然后以利嫂生的第三个儿子叫耶乌斯 然后第四个叫亚兰 第五个叫可拉 然后再从这边的话就一直下去 从以嫂生出的组长有什么 然后再来越来越多了 然后这样的 我觉得光是看这个 我就觉得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这个讲那个以嫂的时候 那个图就清楚很多 你知道吗 那个图就清楚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三十六章的时候 读的这么一大串东西 老师是感觉到 圣经真的是越读越有味道的 越读越有味道 不是说我们在追求无穷的家谱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真实性和震撼力 你知道吗 真实性和震撼力 知道神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知道神是怎么样在这个地上 要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大事 那我们来进到三十七章 今天的时间点进到三十七章 雅各住在迦南地 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那这个父亲寄居的地方 主要最后在西伯仁那边 因为他们两个兄弟去埋葬他的父亲 这个以撒 那埋在哪里啊 埋在这个西伯仁啊 就在麦比拉东那里 好 那这个佳能跟这个雅各那时候 从世界啊赶出去 然后到伯特利啊 不太一样 然后苏坛献祭的伯特利 然后后来的话 又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正经过这个 记不记得啊 经过那个 这个 这个 我看一下啊 奇怪了 他不过去啊 来看一下 好 就是 那时候啊 因为在事件呢 出了很多状况 从三十四章开始啊 神不断的剥夺他 他女儿被欺负了 他儿子呢 杀了人 那么 他们全家人啊 被这个世界内附近的人 家人人仇视 那神就对雅各说话 上伯特利去了 所以要还原啊 在那边啊 要给我啊 我这个要 要在那边 主一拓 座坛给我了 然后后来 他们就把 外邦的神像 耳朵的环子啊 全都交给雅各 然后埋葬 那个事件的像素 哪里 然后神使那周围 诚意的人 甚为金句 不敢追赶 然后后来 他们到了 迦南地的路斯 就是这个 伯特利 路斯 这个 路斯的意思 是信数的意思 伯特利是神的家 伯特利是神的家 神的殿 这个天的门的意思 然后 那时候啊 这个是逃难的开始 但是 也在那一个地方 就还了 这个给神 所欲的愿 这个是20多年前 他就去的 然后 他的母亲的 乃姆 迪伯拉斯 站在那个 亚伦巴古 巴古那边 哭泣的像素 那么 从那时候 回来 神再一次的 向他显现 赐福给他 叫他说 你不要再叫雅各了 然后 从今以后 要叫做以色列 于是 这样 他就改名了 他这个人 就开始变化了 人的名字的变化 其实是 生命的变化的开始 就扫罗 原来叫扫罗 就是伟大的意思 那后来 叫改为保罗 其实是渺小的意思 那保罗的话 那个是 生命上面 有很大的长迹 后来成为 整个神事工的 这个主要的 这个首领 然后神就在内 向他赐福 然后并且 离开他身上去 于是 雅各就在 伯特利 立了一根石柱 立了一根石柱 电酒交友 这个 是重复了 这个之前 他要去巴旦亚兰之前的故事 那再一次把这个伯特利的这个事做一个了解 后来从这个伯特利 再继续往前 那他们去哪里呢 这个当然是往这个西柏的那个方向走了 那么久了还没有去看他爸嘛 那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拉结临产 然后后来这个这个得了一个儿子将要死 那灵魂要走的时候啊 给他起名叫做辩尔尼啊 这个痛苦之子啊 这个辩尔尼 就是悲伤的儿子啊 你看啊 我这个 你这个儿子啊 这个出生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 后来我就看不到了 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死 然后他父亲却把他叫做右手之子 就是满了荣耀 后来他死了 就站在以法他路旁 所以拉结并没有站在麦比拉洞 这个地方啊 也也有人啊 把他视为这个 视为这个什么 拉玛 因为啊 这个在耶利米书那边啊 在拉玛听见嚎啕控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 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其实他们都还在 只有他自己不在了 然后后来就在他的这个坟上啊 立了一桶碑 那拉结的坟墓啊 就直下了今天 那以色列啊 就雅各啊 那继续往前到以德台去 以德台 那以德台 记不记得 我跟你们之前就讲过 牧人的瞭望台 牧人的瞭望台 那以色列呢 就在那边支搭帐篷啊 继续往前啊 其实到了这个以法 他不离痕啊 就离西伯仁就不远了 就离西伯仁不远了 问题就在这个西伯仁这附近的时候啊 哎呀 他们还在那边牧羊 这个刘便啊 却去与他的妻子啊 这个毗拉同情 上次老师跟你们讲这一段的时候 就觉得啊 这个雅各啊 被剥夺到一个程度啊 他连老婆都是保护不了 然后连那大儿子啊 去欺负他老婆 然后也后来也跟你讲 做这件事真正的目的啊 那个刘便的目的啊 不是只是情欲 你看那个刘便的年纪轻轻的 这个他的妾根本的年纪很大了 怎么会去想到跟他那个同情呢 这个就是啊 跟你们讲过啊 在大卫王的时候 他的儿子啊 也这个也是这样故意的啊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在历代至上啊 长子原是刘便嘛 但是他污秽了父亲的床 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了约瑟 所以啊 按照家谱 他不算是长子啊 犹大呢 曾胜过一切的兄弟 然后这个君王也是从他而出 而长子的名分啊 这个就归于了约瑟 这个事情啊 就是因为这个刘便啊 污秽了他父亲的床 这件事造成的 那这个事情啊 要跟谁来对比啊 这个事情啊 必须要跟这个 应该是猎王纪 来我们看一下 猎王纪的 那个 我看一下啊 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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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王纪的 第二章的 亚多尼亚这件事情 相对应 有没有 亚多尼亚啊 他本来自立为王啊 很多人都支持他 约瑶啊 什么大祭司啊 什么统统都支持他 结果呢 大卫还在 还没死之前啊 就把那个王啊 就交给这个所罗门 那么 后来呢 他去要求啊 娶那个 大卫的 这个 妾 叫做 书念的女子 雅比萨为妻 一样的 除了这边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大卫王的儿子 雅比 那个 大卫王的儿子 叫什么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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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龙啊 是不是 应该是 我看一下啊 你看 属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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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暗兰 暗以里叫基利亚 老三就是亚撒龙 然后亚撒龙有个妹子叫他玛 被暗兰所玷污 然后老四叫做亚多尼亚 那么老大暗兰是被亚撒龙所杀 老二则是雅比该的儿子很安静 乖乖的 因为雅比该是拿巴的妻子 所以他都是很懂得智慧懂得隐藏 然后老三就是太自以为是 因为他的妈妈是玛迦 玛迦是基输王的女儿 所以她是公主 就是自立为王 然后亚多尼亚是哈吉的儿子 然后亚多尼亚也是自立为王 结果被这个所罗门王所刺死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以士法提亚 这个以特念跟拿丹 拿丹的话就是耶稣基督 玛利亚的这个先祖 然后还有最过来才是所罗门 所以跟乌利亚的妻子别是八号 然后娶了 娶了她以后生的孩子 有九号几个 那后来从所罗门王继续下来 一直到这个约瑟 这个好感谢主 我们大概就是了解这个状况 所以啊 你看看啊 凡是啊 玷污她父亲 这个想要玷污她父亲床 都没有好下场的 你看啊 亚多尼亚想要娶这个亚比萨 亚比萨当然是那时候的超级美女了 那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就是造成她死亡的原因 那么亚萨龙 亚萨龙为什么要跟这个 大卫的妾 在这个公开场合啊 能够怎么玷污他们呢 就是说她要继承她的王 国位的意思 然后呢 并且啊 与她父亲啊 绝对不能再相容 所以这个下面的人才不会一心二用 要么又跟这个亚比萨 亚萨龙要么跟大卫 就用这种事情 同样的情况 发生在雅各的大儿子 流变身上 流变呢 她的母亲 是丽亚 那么丽亚的这个使女呢 叫西帕 那当然是跟着丽亚没问题啊 那以前呢 他们都是被这个拉姐啊 这个锁得死死的 现在拉姐死了 哎呀 那她终于出头天了啊 那么 流变呢 代替丽亚啊 这个 教训那个 拉姐的这一支 拉姐 除了拉姐以外 还有她的妾 叫做 她的使女 叫做 毕拉 她就跟这个使女同情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两厢情愿 听懂吗 绝对不是两厢情愿 而是一个这个 不仅是一个背叛 叛逆耍流氓 更是啊 就是说 做的事情啊 是故意要宣称这个 她自己的主权 和那个 她现在是做老大的意思 以色列 居然听见这话 居然没讲话 你没发现 她被剥夺到一个程度 自己的儿子啊 做的这么滔天大罪的事情 居然以色列话都不说 你看看她 她生命上面有多大的被雕刻啊 然后到了雅各 总共12个儿子 好 那后面 就是啊 35章的这边啊 再重新的讲一下 他们的这个次序 我去 我希望你们啊 是背的熟熟的 已经那个十二支牌 你在背不熟啊 这个就不太好了 那第一个 利亚因为不得宠 然后 老师现在 闭着眼睛跟你讲啊 你们也是要稍微记住一下啊 她这个 因为不得宠 结果神啊 悦纳她 这个应允她 就生了一个儿子 她就是得了一个儿子 这个得的儿子 叫做流变 流变的意思就是得儿子 后来呢 那神又与 又这个 听见她的苦情 所以听见 就是生的心念 后来再生的一个儿子啊 就是神要是 她的丈夫 与她联合 就叫做立位 那么再生的一个儿子啊 她太喜乐了啊 她要赞美神啊 就叫做犹大 然后后面呢 就凭止生育以后 那个 拉姐不服气啊 把她的使女 嫁给那个 雅各 生的蛋 这 哎呀神真的听了我的生冤了 那么后来再 再接再一生的 跟拿佛塔利 哎呀神不仅生冤了 神叫我与我姐啊 相争还大大得胜啊 就是相争就是拿佛塔利 后来呢 这个丽雅说 也不能让她 这个乘胜追击啊 就把她 那你给她 你的妾 我也把我的妾 我也把我的使女啊 交给那个丈夫做妾 这个啊 这个妾就叫做西帕啊 果然啊生的这个 万性的 迦德有福的这个雅瑟 迦德和雅瑟就生出来了 然后后面呢 就碰到这个 这个流变啊 找到风茄的事情啊 那个拉结用风茄啊 跟他交换那个 那个 这个守护 雅各的那个 那个 事 结果那一夜啊 神就给他 再生了一个儿子 这一个啊 是因为他付出了这个 他的 使女 而且他用风茄来换来的 所以神给他价值 这个价值就是以撒迦 那后面呢 又又再怀孕啊 就生了西部伦啊 就是 他的丈夫要与他同住的意思 那再过来 他又生了一个女儿 叫做迪娜 就是后来啊 被这个 这个 事件玷污的那一位 那么 最后的时候啊 神才 联名拉杰生的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叫约瑟 是为什么 他说我还要再给我一个 这叫增添的意思 那么这个都在巴旦亚兰所生的 唯有一个是在迦能帝所生的 就是最后一个变尔尼变亚敏 但是也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 这是十二支牌 但是这个讲法是他出生次序 现在的这个35章的讲法 他是谁生谁 大老婆就是丽亚 丽亚所生的刘变西面 丽未犹大 以撒加西伯伦 这个一次讲完 那么虽然拉杰所生的是最小的 但是拉杰的地位高 所以拉杰算是二老婆 然后就是约瑟和变亚敏 那么之后就是拉杰的这个使女 辟拉 所生的但和拿弗塔利 因为辟拉毕竟是他的宠妻 宠妻这个拉杰 所以他的地位 辟拉比这个西帕还更高 但是辟拉却被长子刘变所欺负 然后后来丽亚的使女 就是西帕所生的就是加德和亚瑟 万姓的加德 有福的亚瑟 这就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 好 弟兄姊妹 这边里面只有变亚敏不是啊 他只是一个这个统称 也不要特别为了变亚敏去解释那么半天了 好 那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了 然后你看啊 这个时候啊 这是在以德台 那牧人的这个辽望台那边 然后之大藏墓 靠近他父亲的地方 但还没有到 那么为什么到他父亲那边 因为他父亲差不多了 180岁了 就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像树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仁 什么叫做基列亚巴 好 我们稍微看一下啊 基列亚巴就是亚巴之城啊 征服之后啊 被呃称为这个 呃 西伯仁 基列基列就是城市的意思啊 那个亚巴是亚巴啊之城 巨人之城的啊 那好 这个地方啊 啊 这个讲漫力漫力啊 漫力是什么 啊就力量和肥沃之地啊 因为漫力的像树好几个地方啊 有巴勒斯坦地的漫力像树啊 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那边居住过 后来埋葬之城就是西伯仁 这个也是漫力啊 那个这个呃 漫力的话是亚摩利人的意思 因为啊 跟这个其中的一个啊 呃 漫力啊是跟那个亚伯拉罕啊 一起来攻打那个四王的那个人叫漫力 好 所以漫力的像树就是他们家的啦 或者是他们家族的或者是他那个地方的 好 好 那好 这边的话啊 呃 以撒总共活了一百八十岁啊 连尽劳迈日子满足弃绝而死啊 归到他列祖那里啊 啊 其实啊 他本名呢就是只有亚伯拉罕了 其他人也没有了 也这个塔拉早就在这个哈兰那边就是啊 啊 他那里呢 他的两个儿子以扫雅各就把他埋葬了 所以现在雅各人在哪里 现在雅各人就在西伯伦 然后这个三十五章结束在西伯伦 三十六章就直接讲以扫以东 后来啊 就搬到西而去 有没有 后来就搬到西而去 为什么 这个他的牛羊太多了 啊 一切的资财啊 货财就太多了啊 啊 没有办法跟他的这个兄弟相容 所以两人的财务 群处甚多 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 啊 所以不能同居 所以他就搬到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在哪里 三十六章的八节叫做西而 啊 就是这样 其实他的这个 这个好几个老婆都在西而那边的 好 后来呢 我们再看到三十七章 直接进来 今天这个前面你们先讲的一些话呢 老师就先多讲一点 反正就给 就至少交通引到这个 把这边啊 讲的差不多就好了 好 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 三十七章的一开头 他说啊 雅各住在迦南地 就是他父亲祭祭祭祭祭祭 显然就是西某人那附近 他的祭略如下 谁的祭略 三十七章二节讲的很清楚 是雅各的祭略 雅各的祭略如下 应该后面是写雅各才对啊 很抱歉 后面就几乎都不太讲雅各了 把祭略如下以后 就讲约瑟十七岁的时候 怎么样的事 什么意思啊 从现在开始 雅各的生命的传承 不再是雅各为核心 而是他的儿子 特别是约瑟 成为他生命传承的延续 懂吗 弟兄姊妹啊 这个是很特别的 你跟你的孩子们 其实是相当 这个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连结 生命的连结 这个 老师在看这边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 在许多的时候 我们在读圣经 都要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看看主怎么样来带领我们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 正式进入约瑟了 约瑟的故事很多 很可爱的 也很直接 他也是就约中少数 几乎没有什么犯罪的人 不太容易 他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的预表 作为这个掌权的预表 好 特别啊 他十七岁的时候 还是年轻嘛 King Ager 与他的哥哥们一同 牧羊 他是一个童子 和他的父亲的妾 屁拉着 戏帕的儿子 在长一期 因为他毕竟是妾 而且毕竟是使女的身份 所以他们比较怎么样 比较会照顾约瑟 还有边阳明 约瑟的边阳明的母亲 拉杰已经过世了 所以约瑟常常看到他的哥哥们 有恶行 报给他们的父亲 你要知道 约瑟那时候很小 他的哥哥 西面跟立位 就可以杀掉整层的人 你看他们有多坏 对不对 那么他的大哥呢 刘便居然会跟他的父亲的妾同情 他也坏得不得了了 这个年纪太小 这个可能不是很清楚 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只知道他们跟那个恶行 打来打去做什么坏事 这个是肯定的 抓夺的雅各生下的孩子 每一个都会抓夺 就是这样 你看他后面 这个是37章 你到38章的时候 你发现 要他的犹大 真的是 也是问题也不少的 所以那个哥哥 从小就教养就不行的 你知道吧 然后他爸爸能够说什么 跟他的 这个 这个屁拉上了床 他也都没话讲了 为什么 管不住了 管不住了 除了这个祝福的话 他是在他口中以外 其他的根本就管不住了 你看 以色列啊 这个生命的变化 就很明显了 他这个现在呢 家大业大呢 孩子都能够管事了 孩子也 独发一方的 都聪明得很 这个以色列本身呢 他就不再写雅各的 你有没有发现 37章的开始 写雅各 雅各 雅各的纪律 但是 他的父亲 却叫做以色列 有没有 37章 三姐表示 他的生命 已经被改变了 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 圣灵的话 很有意思啊 他叫他雅各 就是他天然的 他叫他以色列 就是变化过的人 阿们 那么以色列呢 原来很爱 约瑟 过于他的 爱他的种子 约瑟是他年老的时候 所生的 这个 他给约瑟 做了一顿彩衣 约瑟的哥哥们 就见了父亲爱约瑟 过于爱他们 就恼恨约瑟 不跟他说和睦的话 不跟他说和睦的话 约瑟就做了一个梦 告诉他的哥哥们 他这个孩子 真的可爱 做了梦 就是很直白的就讲了 为什么没有臣服 而且话很快 弟兄姊妹 一个弟兄 生命上面很单纯 然后也常常 就是看不惯人家作恶的 然后呢 这个 也有看见异象的人 这通常都是被人家恼恨的 老师 印象太深了 我其实跟约瑟很像 哎呀 我发现 我以前 在服侍教会的时候 这个是好的很 没人骂我 没人讲我 没人说我什么 哎呀 都是称赞了 这个怎么样 哦 十几年了 我就像约瑟 那么17岁的服侍 很好啊 等到我看见异象了 然后听见神的说话了 要跟从神啊 然后完成了 Kingdom of God K.O.G.的事 侍奉了 后面呢 就麻烦多了 哈哈哈哈 我也傻傻的就告诉别人 那个这个印象如何 哎呀 那惨了 就越发的恼恨他 凭什么是你啊 你算什么东西啊 就这样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约瑟的生命 就是经历这个 他可以不说 然后默默的埋着 然后呢 也是 神也是会让他 得着这个 最末了的情况 但是他说 也是出于神的路 只是他要经过 更多的受苦就是了 哎呀 他做了梦 然后就说啊 请听我所做的梦 来第一个梦 我们在田里啊 捆合架 我的捆呢 就捆起来就站着 哎呀 我就看到你们的捆 你们也有捆啊 却来围着我的捆 下拜 这个孩子真是 真是很真啊 他的哥哥们就回答说 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 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 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 越发恨他 看你这个受到祝福 看你受到父神的这个父亲的特别的疼爱 我们就很不爽了 你现在又讲了这个什么样的梦啊 难道你要这样子做我们的王 管辖我们吗 越发恨他 后来呢又做了一个梦 也告诉他的哥哥们 实在是 这个哥哥已经都很发脾气了 他都还没看懂 你看啊 我又做了一个梦耶 大家我梦见太阳 月亮 还十一个星向我下拜耶 我的天啊 约瑟把这个梦啊 告诉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 连他父亲都气得拜死 他父亲责备他说 你去啥梦啊 什么梦啊 难道我和你的母亲 你的兄弟们都要来 果然要来福福在地下你下拜吗 他的哥哥们啊 都嫉妒他 但是啊 爸爸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记不记得啊 耶稣的母亲啊 玛利亚也是把这个话存在心里 这就是成熟的人啊 他会存在心里 不成熟的人就讲出来了 那个约瑟就是这样子啊 哎呀 请听我做的梦啊 哎呀 这个 我这个 我们在田里捆何家啊 就我的捆起来 你们的捆了 向我下拜 哎呀 再听我一个梦 哎呀 我又梦了一个 太阳月亮十一根星 都向我下拜啊 这个 他讲得很开心啊 他看到异象 他高兴得不得了啊 天天在那边 为异象发疯 但是啊 他殊不知 这个异象 反而是他得罪人的原因 弟兄姊妹啊 老师也是这样啊 我看到神主 祝我要被建造 我这个看到主教 我说你要从现在开始不能再做其他事 要专注在神国和神国众教会 合一的侍奉和异象的推动 哦 我就 他们 我非常喜乐 我天天的都为这个梦发疯了 我这个天天的为这个梦啊 这个愿意摆上一身了 哎呀付出了再大的代价都无所谓啊 我跟你讲啊 就这一个因为这个梦啊 主就剥夺我的 这个什么都剥夺掉 真的是这样 哥哥记录他 爸爸把这个话存在心里 这个话存在心里表示什么 等到这些事都成就的时候 他就赞美神了 好 那哥哥们啊 十二节了 往世间去了 好 那去干嘛 放羊啊 哎 很远呢 这个事件离这个西部伦是很远很远的 哥哥放下 爸爸放心不下 以色列说话了 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 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 约瑟说我在这 以色列说啊 你去看看吧 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了 群羊平安不平安了 回来报信给我呗 于是打发他出哪里 西伯伦谷 他就往世间去了 所以很明显 他住的地方就叫西伯伦 就是他父亲所住的地 那也是他的先祖们 啊 继续在这里 他的哥哥就离开了 啊 那么一面好处讲啊 就是承认他长子民愤啊 那谁叫我以前知道发了事 另外一面呢 也是啊 神给他的这个祝福 所以他就留在这里 那这个反而呢 这个啊 他哥哥 以扫啊 就出去重新再打开一个局面 啊 那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你有没有看到啊 从现在开始 37章 几乎就比较少讲雅各了 比较少 不是没有啊 是有 但是啊 主要的名字就称为以色列了 所以以色列对于约瑟说话 以色列对于约瑟说话 啊 听清楚哦 约瑟所见到的父亲 乃是一个被变化过的人 所以约瑟的生命里面 有一些纯洁的生命 是他父亲传给他的 并不是他啊 这个父亲那个雅各天然的人 在那边抓夺 如果是雅各天然的人啊 他这个孩子啊 有样血样 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啊 在波提法家的时候啊 他的祖母 一定要跟他上床 他搞不好就跟他上了 反正也没有 又不吃亏 对不对 他就不会做这种事了 所以啊 神就是奇妙啊 因为以色列啊 生命的这个光 和这个形象啊 对约瑟 对约瑟 有极大的生命的影响 所以他的生命 一定是相当好的 他安静了 他祷告了 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他不是随便说话的人 话很少了 话里面带的都是爱 好 那 好 这边呢 我看看 在前面啊 用的名字是什么 我就知道了 用的名字是什么 就是在以德台的那边 你看啊 在 雅各 在拉节死后 对不对 拉节死后 然后 他立了一个一桶碑 他的生命就变化了 他后面21节就说 是以色列起行前往 有没有 他在拉节死后 名字就叫以色列了 那以色列往那里住的时候 流遍与他的父亲 辟拉同情 以色列听到了 听到吗 也就是说 以色列听见的没反应的 不是雅各 雅各听见的肯定有反应 但是以色列却没有反应 为什么 以色列是变化过的人 他这个里面成熟很多 约瑟这个话 他听到的虽然生气 但是他却怎么样 存在心里 那么 流遍犯了罪 这个事情 他也存在心里 这个成熟的人 常常就是这样 他比较不显于外 不显于外 很明显的 这是这样 好 以色列打发的约瑟出去 17岁而已 有人就遇见他了 在田野里走迷了路 问他说你找啥 他就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 他们在何处附牧羊 那些人说他们都走了 因为我听到他们说要往多丹去 好多丹 事件他去那边找那边有双霞 那么多丹却是双颈 在撒玛利亚以北十二里 是以利沙的故乡 这个是多丹 在耶路撒冷 以北六十麦左右 好 那这个 哇 这样的话 那个约瑟 就是怕又越追越远 所以就敢去追赶他哥哥们 在那边遇见他们就在多丹 他们远远的看见他 彩衣嘛 都看得清楚了 他还没走到跟前 大家就投谋要害死他 听清楚是大家投谋 这个当然他最小的儿子 这个双亚敏还在那个爸爸那边 其他的是他哥哥们 从这个 这个西伯伦以前的全部都是哥哥们 一起通谋要害他 彼此说彼此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 来吧我们把他杀了 丢在一个坑里 说有恶兽把他吃 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会怎么样呢 大家都不爽 但是这个时候就看到刘变居然还不错 居然刘变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 也不可以流他的血 但是可以把他丢在野地的坑里 不可以下手害死他 流变的意思其实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把他交还给他的父亲 为什么 他这个死了老大 这是最大的责任 所以他就不能让他死 约瑟到了 他哥哥那里 他们就要剥了他的外衣 就是他所穿的那个彩衣 把他丢在坑里 那坑是空的 里面根本没水啊 弟兄姊妹 你碰到你的亲哥哥们 居然这样的对待你 你会怎么样 他们在那边坐下吃饭 举目观看 一群啊 米店的乙食马力人 从基列那边来 就用啊 骆驼啊 驼着香料 卤香莫药 带到埃及去 哎呀 他这个坑里面是空的 没水 这个犹大就讲话了 哎呀我们杀我们兄弟干啥呢 藏他的血有什么又一处呢 不如把他卖给以 以士马力人吧 不可以瞎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来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犹大是顾念兄弟之情的 他是我们的兄弟 他是我们的骨肉啊 所以这件事就是叫犹大称为的另外一个 这个长子民分有三面嘛 第一面是双辈子土地显然约瑟拿的 第二面是君王的职份显然是犹大拿的 第三面是祭祀的职人职显然是立位拿的 好这是三个主要长子民分 好 所得着的一处 所以犹大说的话不是立面不是刘辩因为刘辩刚好不在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那个也不是西面也不是立位是刘辩说的 犹大说的所以这个事情啊叫犹大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也是做君王的职份就是从他而出 我们是谁哪一个支派啊我告诉你我们就是爱弟兄的这个支派我们就是犹大支派的听得懂吗 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在基督里我们是基督所生的你知道吧 好那这个我们现在来看 活出基督啊显大基督的一般人就是爱弟兄的 那么众弟兄听从了他 这是带领的 那有些米店的这个商人在那边经过了 米店的商人不是说米店人 他们是以示玛丽人 只是是从米店来的 从那边经过了以后哥哥们就把这个约瑟从坑里面拉上来 讲定了20是哥乐而已啊 就是为什么是20 他不到成年人成年人30年轻人20 还有小孩子更少 把约瑟就卖给以示玛丽人了 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刘辩回到坑边了 看不见这个约瑟不在坑里面撕裂的衣服啊 回到兄弟那边 头子没了 我到哪里去才好啊 怎么办呢 他们啊 这些人啊 还充分了很呢 宰了一只公山羊 把那个约瑟那件彩衣给染了血 打发人送给他父亲啊 也说我们捡了这个 你认一认吧 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啊 还故意骗他父亲呢 雅各啊 一生都在骗人了 就到最后是被每一个都骗了 而且在被他所有的孩子都骗 他认得 哎呀 这真是我儿子的外衣啊 有恶受把他吃了 约瑟被撕碎了 撕碎了 哎呀 真的是难过的要死啊 这时候啊 他就受不了了 名字改成 雅各撕裂衣服 腰间围上麻布 为他的儿子不该哭多日 有没有发现是雅各 天然的人里面啊 充满了天然的情感 以色列的话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 但是雅各却是非常天然的人 这个是显然这个人啊 变化不是那么一次而永远 很容易就完全改变 那他还是在过程中 天天的不同 不断的连与主以后 一个新陈代谢的变化 他的儿子女儿啊 都起来安慰他 他却不肯受安慰 他说什么 我必悲哀着下道阴间 到我儿子那里呀 约瑟的父亲就为谁 为约瑟哀哭啊 米甸人就带着约瑟 就到了埃及 就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波迪法 好了 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很晚了 我们就直接讲到这里 讲到这边的话就把 这个雅各的纪略 跟约瑟生命的前段 完全的连结在一起了 那么从38章以后 就直接就讲到约瑟的生命 好后面呢 还有这个 应该先讲这个犹大的事 然后再讲到这个 你看犹大的事 对不对 再讲到约瑟的事 那这个事情啊 绝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安排 我们明天的话 我回到这个 我再来讲比较好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 天父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主要谢谢你 谢谢你 主要让我们的老师上来 给我们补上了 38章 说37章 让我们看到 主要从37章当中看到说 亚各的生命的传承的传承的延续 是约瑟 也就看到说 约瑟被看在亚各的生命当中 主要我们也从这件事情当中看到说 愿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的就是在世上的生命的延续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也能像约瑟一样 也能说都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生命 说我们也合选的感谢你 赞美你 说也看到说 约瑟的因为两个的梦 看到约瑟的单纯 也看到说约瑟的哥哥 就是十个哥哥的 他们的心里怀有恨 就是他们里面有恨人的心 有嫉妒的心 说我们也感谢你 赞美你 接着今天晚上这样的学习 让我们也引以为戒 这个是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教会当中 看到别人比我们好 或者是就像约瑟一样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会像约瑟的十个哥哥 因为圣经当中说 大家他们就同谋 所以也看到说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 让我们在未来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我们的主 主啊 不看环境 只仰望主揉面 当我们遇到事情 在无论是高山低谷的时候 更能单单的 主啊 有一个单纯的仰望主的心 仰望主的主啊 我们也合访地感谢你 赞美你 主啊 也看到说 约瑟被卖的时候 主啊 真的是 被卖到埃及 也看到说 真的是 神的手 在介入 主啊 也看到神在掌权 主啊 就像 在 创世纪监委约瑟 跟他哥哥们所说的 主啊 真的是 原有是神的美意在其中 也安慰他的哥哥们 主啊 不要害怕 若不是神 提前拆他到埃及 保存了一家人的性命 主啊 我们看到说 万事相互效力 无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遇到任何的难处 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借着这样的环境 借着无论是 主啊 大小环境 让我们知道 在环境当中 我们都仰望主的容面 让我们知道 在环境当中 神有两个原则 需要我们学习 知道说 神让我们学习 什么样的功课 在这个环境当中 主啊 你要做什么 主啊 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自己要学 什么样的功课 主啊 真的是感谢你 赞美你 主啊 创世纪37章 通过约瑟 让我们真的是 有一个属灵的看见 也恳求你 开我们众弟兄姊妹 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真的是 更能遇见我们的主 当我们就像雅各一样 遇见主的时候 就生命被改变 主啊 我们也合着地 感谢你 赞美你 主啊 虽然时间很晚 但是我们 主啊 听的是 于由为尽 主啊 也特别把我们的老师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也看到说 约瑟因为一个梦 遭到了迫害 被卖到埃及 也看到说 约瑟的一点点的 从小就被剥夺 主啊 也看到 就像老师刚才所分享的 因为老师的 KoG的意象 也看到说 生命的被剥夺 也看到说 非常感恩 主啊 老师用生命在服事 也为我们 众弟兄姊妹 做了美好的榜样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 看到说 就像老师自己所说的 当自己被剥夺的时候 真的是 老师被剥夺的 就是 真的是 看到生命有在服事的 所为了神的国度 说我们也特别 把老师 手中的 尤其是KoG的事工 全然交在你的手中 恬求你 与我们的老师同在 纪念我们的老师的辛苦 说尽管老师一晚上 睡不了多几个小时 但是依然坚持 来给我们上课 说 于是你何等大的N点 临到了我们平台上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说 也特别把老师 要从加州到拉斯维加的 说 全程交在你的手中 无论老师是开车 还是乘坐别的交通工具 说 都全然交在你的手中 说 保守我们的老师 出入格外的平安 说 安全平安的到达拉斯维加 说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说也祝福平台上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虽然时间很晚 但是我相信 而当我们从主面前 从神的话语 当中 重新得力的时候 说 我们是值得的 我们甚至说 听完课以后 由于很 主要 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不能入睡 是那种兴奋 说 那种灵在 真的是 那种力量 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非常的感恩 谢谢主 何等的爱我们 说 爱我们平台上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有这样的福费 来说 平台上 跟着我们老师学习 跟着我们老师过日子 说 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赞美你 愿一切的送赞荣耀 都归给你 说 接下来把平台上 每一个弟兄姊妹的 说 晚上的睡眠 也交在 说 你的手中 让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真的是 睡在我们 耶稣基督的怀抱里 有平静安慰 说 感谢你 赞美你 祷告 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那我们就一天 祝福到位 好 非常棒 弟兄姊妹 玩 我们来一起 我们在天上的福 让人都 遵你的名为神 你的国 降临 让你的记忆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日用的饮食 日赐给我们 我们在祂 如同我们 每天两天 让我们遇见试探 祝我们脱离兄了 因为国度 永远 永远 全新的 知道 永远 源源 好 不好意思啊 你们如果老师 还没有来的时候 你们就多操练一点 好 主要是爱大家 明天见 拜拜 好 再见 再见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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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